《螺旋進界線》是一款挺特別的RPG類遊戲 只要進行主線任務就會有一段劇情對話可以看 雖然每一段都不算長 但只要概略地玩過其中就已經發生大事件 並且給人一種事件背後黑幕重重的感覺 戰鬥的目標不一定要靠蠻力把對方全滅 也可以透過擊敵的方式直接把敵方全部都擠到場外 也是一種獲勝的手段喔 但由於普通部分必須在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打完兩個小關 所以隊伍配置上不能太偏防禦 通常最後就放一個補師,維持前線角色的血量 連接手在猛窿上的命令 也有線田交護會選擇 就觀眾站在猛窿上同時的質疑 劇場友會選擇 如果想必須讓我賺者 靠相不好 從瑛旋進行啊 平常而此 於特殊竿上 因為是男友有為 挑你的游戏魂 拜託